Hello大家好,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恶之花第五集的故事。 这集说到,阿秀和出租车司机大春终于在约好的民宿外见上了,大春上来就找阿秀要春嫂的下落,阿秀却对春嫂的名字完全没印象。 这时波哥打来电话,大春淡定地让阿秀接电话。 阿秀终于从波哥这里得知,春嫂是当年连环杀人案的最后一位受害者。 大春就是春嫂的老公,大春拿出了上集中大婶拍照时意外拍到的阿秀和阿珍的照片。 阿秀心下了然,对方是有备而来。 要是自己乱说话,不仅身份可能暴露,家人也会受到威胁。 于是匆匆挂断了电话,阿秀抢过大春手里的照片撕得粉碎,坚持父亲做的一切和他无关。 大春根本不听解释,毫无预兆地发动突袭,你要疯狂钻入阿秀的口鼻。 阿秀用偷偷准备好的玻璃碎片打伤大春逃走,他把自己和阿珍意外被拍下的照片扔进民宿外的火堆,这时大春追上来抓人。 阿秀挣扎了一会,最终还是沦陷了。 这一幕全被民宿老板娘看见了。 警方很快接到报案,有出租车司机施暴绑架。 阿珍和小白怀疑和大春有关,连忙赶了过去,他们先是提供了大春的照片。 老板娘一眼认出这就是施暴的出租车司机。 接着,阿珍又在现场找到了阿秀挣扎时遗落的手机,强忍着震惊的心情,打开了手机相册,找到阿秀的照片,找老板娘确认,顿时赶到五雷轰顶。 被绑架者正是绝对不该出现在这里的阿秀。 阿珍马上打电话回警署,申请对大春出租车定位。 他和小白开上警车,开始追击大春。 在疯狂的追夫之路上注定充满荆棘,眼看阿珍就要成功拦截大春。 大春心生一忌,把车上的计价器往后一扔,直接砸在警车玻璃上,导致阿珍发生车祸,彻底追丢了大春。 紧接着大春把阿秀抓到秘密据点,继续审问春嫂的下落。 阿秀坚持自己什么都不知道,并吐槽大春因为真正的仇人秀霸已死,为了找到妻子,硬是把无辜的阿秀当成供犯,两年开始了心理和生理上的激烈较量。 另一边,组长因为阿秀被绑的事,找到阿秀的假爸爸。 假妈妈,他告诉二老。 最近有一名罪犯频频作案,意图嫁祸到18年前一个杀人犯的儿子阿秀身上,警方猜测罪犯是想继续给阿秀这里指的是杀人犯的儿子泼脏水,才绑架了老白和老辉的儿子阿强,现在的阿秀。 老白当下很崩溃,拼命问起关于阿秀的案件,这些年,阿秀一直伪装成他们的儿子阿强活着,没想到藏了这么久,还是被仇家找到,有可能暴露身份。 老辉赶紧安抚妻子,转移话题,他的状态要稳定很多。 组长告辞后,在门口逗留了一会,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。 一般人儿子被绑都是各种情绪失控,拜托警方救人,但老白不关心儿子阿强。 反而老问陌生人阿秀的案件,老辉又过分地淡定,这多多少少有点不正常。 此刻,老白和老辉在密室里看着亲生儿子,情绪很不稳定,老白担心阿秀伪装成他们儿子的是暴露,牵连他们,到时候就没人照顾儿子了。 老辉依旧淡定的一批,他安慰妻子,阿秀一定会被绑架者杀死,届时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全部的真相。 一旦警方侦查过来,他们就把自己塑造成一对可怜的老夫妻。 不清楚,阿秀的所有过往,谎称是因为被阿秀抓住了某个把柄威胁才领养了他,这样一来就能最大限度博取同情,这个老辉真是老阴谋家了。 与此同时,阿秀的案线CP波哥也在努力为他的案子奔走。 波哥从一个参与过调查秀霸杀人案的警察那里打听到,春嫂失踪案,有目击证人。 这里引去了详细的谈话内容,警方似乎基于某个尚未公开的情报,怀疑阿秀是秀霸的共犯。 此刻,失去耐心的大春开始往水池里灌水,要么水仙续满淹死阿秀,要么阿秀在水续满前说清楚春嫂失踪那天做了什么? 最后的指控与辩解就此开始。 据大春所说,春嫂失踪当天,有目击证人看到春嫂被人强制带上了秀霸的车,是阿秀帮秀霸做出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,才躲过了警察的调查。 阿秀毫不心虚地对了回去,他表示,案发当天到第二天上午,他确实一直和秀霸在一起。 他以十分钟为单位向警方详细说明当时父子俩都在哪,反倒是那个目击证人当时不仅喝了酒。 后来还推翻的证词,两者之间显然目击证人更不可信。 这时,大春用一件关键证物让阿秀哑口无言,这是一个挂在手机上的鱼挂饰,而天津饭却说过,阿秀手上也有一样的鱼挂饰。 重点,这是他和春嫂为了纪念感情亲手制作的纪念品,又不是烂大街的商品,还有可能撞到同款,所以大春才推测,阿秀是秀霸的共犯。 杀人后,拿走了属于春嫂的那个鱼挂饰。 阿秀哑口无言,不是因为大春的推测就是真相,而是因为鱼挂饰是姐姐美丽送给她的转运礼物。 现在大春整这么一出,是不是意味着美丽有可能是秀霸的共犯? 阿秀不敢想,更不敢说鱼挂饰是姐姐送的,生怕大春去打破美丽平静的生活。 另一边,警方寻找大春的过程中陷入了僵局,旧夫心切的阿珍不想干等,于是求助前辈老胡凭借经验出谋划策,结果还真被老胡想到了一个切入点。 之前有一起案子,当时那名罪犯明明要搬走了,却换上了昂贵的智能锁,似乎在隐藏什么,这才引起了老胡的疑心,最后揪出对方。 当下老胡赶紧和阿珍前往大春家里,大春要求尽被害人,肯定得有一个场所,还得有一个牢固的智能锁。 不出老胡意料,他们还真找到了换锁人的信息,于是顺着换锁人的指引,火速赶到了大春的秘密据点。 老胡拖住了发疯的大春,几番缠斗下来,双方各有负伤。 阿珍这边就没那么幸运了,他找到了水池底部的阿秀,阿秀已经昏迷,绑住阿秀的绳子一时半会又解不开,阿珍只能赶紧吃豆腐。 不对,是嘴对嘴唤气救人。 亲着亲着,阿秀短暂清醒了,记忆突然闪回多年前的某个晚上,阿珍倒追阿秀不成,有些生气。 阿秀为了让对方知难而退,讲述了自己高中没毕业,到处流浪打架。 并且,他非常喜欢这种颠沛流离,有些疯狂的生活,最重要的是阿秀说自己脑袋不正常,能看到死人。 结果阿珍误会阿秀是恋恋不舍某个已故的长辈。 他猜对了一半,阿秀看到的确实是长辈秀罢,但只有恐惧和痛苦,完全没有恋恋不舍。 阿珍还用自己的故事来开导阿秀,当年过世的奶奶总是出现在梦里。 阿珍积极地面对新生活,阿秀一脸猛圈,这两个完全不是一种状况,好吗? 天然呆的阿珍却不管那么多,他要亲口教会阿秀。 如何去爱? 如何被爱? 如何正式情感? 阿珍说到做到,说亲一口就亲了阿秀一口,阿秀遭到电击。 他笨拙地学习阿珍送走奶奶的方式,竟然奇迹般地送走了秀罢。 于是,当接吻停止后,阿秀也亲口回应了阿珍这根救命稻草。 时间回到现在,依旧是这根救命稻草救了阿秀的命,阿珍终于解开绳子,把阿秀救了上来,接下来又是一波疯狂地吃豆腐。 阿不对,是疯狂地嘴对嘴救人。 可这回好像不那么好使了,阿秀始终昏迷,阿珍痛苦呼救。 本集完。 本集中,阿珍就夫心窃,几次情绪失控。 第一次是因为他谎称,仓库里找到的手表是他的。 小白因为阿珍戴这么贵的手表多问了几句,阿珍脱口而出,表示老公的他只负责送修,但不久前阿珍还说手表是他的。 阿珍被小白问得不耐烦,爆发了一波,然后是老公被绑跟丢大春。 他情绪失控,拜托老胡出谋划策,结合之前老白指出阿珍有双重人格,阿珍也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有不为人知的过往。 我们进一步分析,阿珍或许不仅只有表面上警察的身份,甚至于他身上的秘密不一定少于阿秀。 另外,阿秀的姐姐美丽送出鱼挂饰这一点让他嫌疑暴增。 本集中有一幕,记者跑去堵截美丽,美丽曾用一个恐怖的眼神吓退对方。 他娇小的身躯内,似乎同样隐藏着巨大的秘密,最后就是老白和老灰这对假爸妈。 从两人的表现来看,老灰轻松谈及阿秀牺牲后的应对策略。 这个人的冷血和诚服,同样不像是守法分子,究竟当年秀霸是否存在更恐怖的共发? 主角团不可告人的秘密又有哪些? 他们之间到底谁黑谁白? 请看下集。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,感谢大家的收看。 喜欢就点赞哦,拜拜。